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示范分享给大家了 其实这步骤很简单 只要四个步骤 每天早晚四步骤就帮你完成最佳的美白保养功课了 首先当然记得一定要把脸洗干净 所以我们要用解肤乳 在这边要跟大家讲解肤乳一定要记得要把它起泡 不要直接拿起来涂在脸上 不要起泡 所以可以把它起出来 然后加一点点水 就可以在掌心起很多很多的泡沫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泡沫 然后来帮脸做清洁的作用 维持一贯我节目的精神 只做半边 我们来做一个左右的对照 我们记得洗脸的时候就只要画圈圈就好了 然后再容易有黑头的地方 记得鼻翼我们可以加强 大概时间是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用水把它清洗就可以了 脸洗干净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步骤 我觉得它也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瞬间让皮肤充满饱饱的水分 让皮肤像吸饱的水一样 这样就这一支了 最大的这一支就是我们的容肤水 那里面除了有很棒的保湿因子之外 还有美白成分在里面 记得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搭配我们的化妆棉 就直接把它压在化妆棉上面 建议化妆棉的八分湿左右 八分湿就是它不会滴滴答答的 然后你看你这样黏在皮肤上 它也不会掉下来 这个湿度是差不多的 那我现在就帮我们游继续第二个程序 那用这个容肤水的时候 大家一定平常都会这样擦对不对 这样是正确的由下往上 由内往外 但还有一个步骤 这个只做一半 我们要让这个容肤水呢 发挥最大的一个保养功效 记得我们还要轻拍 而且要由下往上 逆着毛孔的方向拍 而且越拍皮肤会越有弹性 又换人 那拍打的次数呢 我建议至少要到年纪的两倍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对 这是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做了这个步骤之后 你的毛孔真的会比较细致 然后纹理也会比较细致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做完了第二步呢 其实我们要透过镜头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得到 我们U的脸上比较水润 然后这边会比较凤人一点点 就代表皮肤现在已经吸收了 很棒很棒的水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最精彩的 那一个圈要介绍出来了 第三个步骤 就是上一集我们介绍的那一个 对 就是里面呢 除了有我们Tanaka 酥皮的采取液 还有呢 熊果素 传绵酸 栗酸 这些很棒的美白成分 好 就是这一瓶 那它是一个滴管式的设计 所以用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滴管 把我们的精华液呢 取出来 好 两位也可以继续来试试看 对 好了 那插这一个 然后用这个测量的时候呢 这个精华 其实呢不需要特别的技巧 把它均匀的抹在你想要变白的皮肤上面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要再分享一个小技巧 因为很多人啊 除了黑之外 可能还有斑的困扰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帮我再把它打开 好的 然后我们再取一点点的 我们的精华 一点点就好咯 不需要太多 然後利用你的指腹沾去 我們就在容易有斑的部位 我們就這樣子繼續畫圈圈 就以畫圈圈的方向 對 然後你在畫圈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會開始產生微微的溫度 這個溫度可以去協助我們的角質比較快軟化 然後讓這些美白成分更快的滲透到它應該去的地方 然後最後再全臉擦一次 我們第三個步驟就完成了 最後的步驟是什麼呢 白天當然我們就擦日霜 晚上就是晚霜 那我們現在還是白天的階段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日霜 有SPF20二合一的功效 就是我們前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非常重要 非常方便 對 非常方便的 建議大家在取的時候 要有一個小挖勺 這樣比較衛生 一點點就夠了 通常我會 跟幾點先點在皮膚上面 再把它均勻塗抹 兩位一起來體驗看看 因為它有防曬係數 所以建議大家 一定要每一層皮膚都塗到喔 這樣你才會全臉都像穿的一層防護衣 均勻的塗抹 然後你會發現我這裡還有日霜對不對 我會再取一點點擦在哪裡 就是我說最容易變黑的部位 鼻子 因為這邊比較高 常常比較容易接受到紫外線 這樣簡單的四個動作就完成了 看一下到底有差跟沒有差 有保養跟沒保養 來練秀一下 對 有什麼差別 我們先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右邊是有保養的 左邊是沒保養的 我自己會覺得它這邊明顯會變亮 而且因為有足夠的水分 會發現這麼年輕的皮膚呢 它連髮令紋也都會不一樣 那我們轉過來給 對 我還沒看到喔 來笑一下 真的嗎 真的 才過幾分鐘的時間 就真的看到明顯的分別 對啊 而且你會發現有保養的皮膚 真的感覺年輕許多 好像有點提爛的作用 有嗎 老師 有 一定有的 我感覺這裡的肌膚呢 比較緊實 然後也比較水嫩 反而這裡沒擦的 就好像感覺比較乾乾乾乾燥的 所以你講話怪怪的是 因為這裡比較緊了 對 所以這裡比較緊 OK OK 對 趕緊轉回去 我只要看右邊就好了 而且他現在右半邊的是亮的對不對 對 特別亮 Karina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做美白保養嘛 是 最關鍵的步驟是什麼 最關鍵的步驟 我剛剛說的那四個步驟呢 每個都很關鍵 清潔一定要做 調理溫柔膚水的保濕也要做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 讓你的皮膚變白的這個呢 精華 最後再來一個Quin Quin呢 晚上做的時候 除了有修復的效果之外 它也有封住所有成分的一個效果 那Day Cream呢 是可以幫我們 穿上一層防護衣 所以這四個動作都很關鍵 缺一不可 那如果長時間待在室內的上班族 也需要做好美白嗎 當然要啊 像我們現在在攝影棚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頭上這些光啊 都會讓我們變黑喔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些光呢 有所謂的一個紫外光在裡面 那在家裡呢 其實很多人喜歡開窗戶 那你知道紫外線是無孔不露的 所以就算在室內 就算上班呢 還是建議大家要擦防曬 好可惡的隱藏殺手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Day Cream 其實就很適合 因為它有保養的功效 可是呢 又有防禦的功效 那我們應該先擦防曬 還是美白保養品呢 應該是說呢 早晚呢 你都要上美白 因為呢 它是幫你做調理 要不然呢 你就是把防曬呢 當成你保養的最後一步 就是你每次呢 保養做完之後 想要幫皮膚穿上防衛護衣的時候 我們就擦上防曬 我們是擦美白保養品的時候 需要注意些什麼嗎 我覺得就像剛剛呢 我們在幫我們U示範的時候 除了用對產品 重點是方法 技巧也很重要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呢 我們想要讓美白這件事情 做得更到位 不要忘記 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呢 我們的防曬也要一起配合 那還有一個重點 在選美白商品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人都怕老 大家都不期望 直接變白而已對不對 還希望變年輕 所以你在選擇的產品裡面呢 也可以去觀察它 或者去檢視它 是不是有一些抗老的成分 這樣子呢 你的美白保養功課 就會做得更到位 老師 抗老的成分 我們這部可以再提一提 好 我們呢 其實剛剛在分享 我們的環境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大家說 它有唐納卡素皮 那BioAcess裡面其實也有很多呢 增加皮膚裡面 礦物能量的一個成分 一旦肌膚穩定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受到 這些外在環境的 刺激因子的影響 就比較不容易老 所以剛剛老師 談到以上種種的成分 除了又美白的效果 又抗老的效果 重點是還會讓你皮膚呢 比較水嫩 水一刀一刀 完了嗎 問完了 直接訂一年份的了 而且它一直盯著 趕快 趕快再跟我玩一天 對 她非常的羨慕 對 好今天我們聊到這裡呢 我們的臉部保養步驟的示範篇 暫時告一段落了 最後老師還有什麼要 叮嚀我們的觀眾的嗎 有我們都說呢 天下沒有醜女人 只有藍女人 所以保養這件事情呢 尤其是美白這件事情 一定要持之以恆 你每天早晚都做 認真的做 把它做到位 你就可以發現你的皮膚 真的會越來越白 越來越亮 而且越來越年輕 太好了 謝謝老師 謝謝 也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 記得咯 我們這一集聊到這裡咯 再見 拜拜 拜拜